欢迎收看金灵天下 00940在下个礼拜一即将就要上市了 那么很多人会担心说 像先前00939这样子破发的情况也会发生 所以现在也担心说 接下来会不会血流成河呢 我们再稍后告诉您到底该怎么样来操作 另外根据全球胡润富豪榜的最新统计 印度的金融中心孟柏 现在已经超越了北京 成为在亚洲亿万富豪最多的一个地方 另外库克在最近高调的访中还大喊说爱中国 不过在跟习近平还有CEO合照的这个照片当中 却是独缺了库克 而苹果接下来甜不甜 要不要看接下来这个AI的一个表现如何呢 另外呢比特币在最近呢是满血复活了 而且呢在现货ETF的部分 也从原本的这个流出呢 现在是转为流入了 这是因为马上要减半物以稀为贵的因素吗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为您邀请到资深分析师 林有明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陈威良 大家好 李博亚太区研究总监冯志源 大家好 台大电机博士张晴玉 大家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请教有明哥 00940在下个礼拜一 就要正式的这个上市 大家很担心 因为看到00939破发 就很担心00940 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 因为还有人呢 去贷款六十万用信贷 全部都押保在00940 现在该怎么办呢 对最近在第一卡里面 特别有提到 其实这应该不会是 只有冰山的一角 应该很多人都有 类似这样的状况 他说小弟借了60万 买了00940 50张 本来是想说挂牌了之后 有赚钱就慢慢的去还贷款 不过看起来00939 这样的一个破发之后的话 会不会这个地方变成血本无归 当然底下就有留言区 留言区就跟他讲说 你买高股息不是就是要看长期的 你怎么会去看短线的差价 所以底下的话 纷纷老老就会有很多 不同的一个言论 我想这一次00940 我们可以说之乱 因为他是一个巨婴 为什么会形成 类似这样的一个现象 是因为从去年到今年 这高股息已经变成一个显穴 但是大家忘掉了高股息的本质 把它当成股票在操作 照理来讲 其实每年能够稳定的一个配息 应该是资产的报酬会增加 但是大家现在就变成吃到甜 所以就变成有一点点食髓滋味了 你一年配给我不够看 半年一季都不行 我要越越配 所以会导致大家的投机心态 出来之后 再加上这次00940 主要是10块钱在申购 所以会变成1752亿 这样的一个资金 现在它衍生出来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这是一个被动型基金的话 1752亿 正常来讲的话 它应该要进场至少九成的持股 那也换言之换算起来的话 应该有1576亿 它要买进 好 那如果正常来算的话 3月20号可以开始买 一直买到昨天 我们大家心里就在担心 因为到昨天为止 上市贵加起来 你就没有买那么多 那这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如果你买不满的话 在4月1号的话 主管机关的这个核准的部分 你是不是会有一些 其他衍生出来的问题 那好家债 好家债 它今天开始 应该照理说是买满 因为今天上市贵 加起来上市买了600亿 上贵买了146亿 所以合起来的话 买了700多亿 投信今天买上台股600亿 是今年第一大 当然说0940 是不是建仓完成了 对 我觉得感觉起来是建仓 因为上市贵加起来是700多 3月20号到现在为止的话 上市贵加起来也买了1600 那当然不会是只有 只有它 还有别人的投信 所以原则上的话 应该是买的OK了 但我们现在有衍生出来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当初它公布的10大持股 里面很多不是市值型的 那你今天这样子买下去的话 你显然那个标的 不会是我们知道 或者是你后面的后10大以后 到50大之间 你怎么不 可能要到假日期间 我们来看标的一个变化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你今天这样子 上市买了600亿 怎么只涨150点 会有一点点感觉 而且有一半的股票是黑的 我觉得这一点 大家可以另外去想 那这个问题 假设它已经 这个已经符合规定了 已经都买满的话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 你4月1号挂牌之后 会不会走00939之路 会不会破发 但如果真的有 破发的情形的话 也请大家真的不用担心 因为00940的话 其实各位一定要了解 它的选股精神 它的选股精神的话 第一个它一定强调 我公司的本益比是合理的 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的公司的负债率 自由的流量稳定 第三的话 我一定是有EPS ROEO高 第四我没有KY股 所以如果以这样的逻辑来看的话 它买的是稳健的标的 也就是说 如果在未来 即便它破发了 再上去的话 它不会追高 它不会去追 你现在看到大涨的股票 就比较不容易 有一些套在历史高点的 一个股票给你买到 但是你可能会轮流买一些 传产金融 搞不好都有在 50大以内的一个持股 这是第一件要做的事 第二件各位可以去观察一下 就是它长时间 在还没有挂牌之前 它有去跑 它的成分股 如果回推之前的一些数据的话 大概它的股息收益 在从2007年开始 大概股息收益是1.54倍 然后资本利得是5.7倍 合计起来是7.3倍 所以也就是说 它这个模型这样做出来的话 如果你放长期 你是真的不用担心 第三个即便4月的表现 没有很差 但是它5月还可以做一次换股的动作 所以它还是可以再去调整 它的持股 往还没有涨到 但是符合我们刚刚说 这些稳健的标的 重点是这一个ETF 它的背后的基金 强调的是叫价值 也就是它效法 这个所谓华人巴菲特的一个逻辑 然后之后11月 还会再做一次换股的动作 所以时间如果拉长的话 基本上是OK 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 就是它搞不好这里面 不会去买AI 因为有一些AI 并不符合类似这样的标准 因为它是今年有成长 但是它长期没有配股 或者它本益比相对高 那个也不会是在它未来换股的一个方向 好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 请教友明哥 其实今天盘面上AI的表现还满强势的 那么这个时间点我如果说买 开始出现反弹的话 是不是要先卖一波呢 像之前世行KY就曾经出现大幅度的回挡 对 世行KY这一波从高点回挡 大概有33个percent 你很难去想象 第一个我们为什么要去分析它 它叫股王 第二个的话 它是这一波AI里面第一个动的 所以它的精神领袖的意义非常重要 但是你很难去想象说 在一个伺服器很强的 大家认为AI是主流的一个情况之下 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重要的指标股 自己就跌了33% 或许00940不买它也是一个因素 因为它是KY 另外还有其他的理由 会不会我们没想到 这就是一个重点 今天00940假设是有进场的话 AI股也做了一些反弹 我们现在比较在想说 4月1号之后 AI股到底谁来撑 因为是不是有其他的基金 也要把AI股当成布局的方向 但是重点就是你要市值型的 或者是你要一些 比如说高科技型的 主题型的 你才有办法去买AI 如果你是价值型的 高股息的话 有些AI是不符合标准的 所以现在我们回头来去讨论 就是说AI这一个产业 现在是不是还是让大家一样 感觉起来是万里无云 朗朗一片晴空 我们首先要跟各位来介绍一个理论 这个理论的话就是AI的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跟景气循环最大的差别的话 这个很像是主人的方向 景气循环就是那只狗 它会有上下跳动的状况 所以长线主人的方向比较重要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如果把AI的生命周期 在第一个阶段的2.5% 就是Innovator 就是所谓的导入期的这一段 2.5%的创新人在使用的话 它大概的时间是2018到2023年的第一季 现在的AI已经完完全全的 很多股票都已经涨到了 三倍到五倍的情况之下 我们应该是认为 这个阶段一面 成长前期已经完全到点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在成长前期的时候 会有一个早期介入者 大概有13.5%的 先知先觉的人进去买了 但是它这个时间点 就会变成说 有很多的公司在这里 有指标性的 像NVIDIA这一类的公司 或者是OpenAI这一类公司 它把关键的技术给突破 但是它的时间是从2023年的Q2 一直到今年的第一季的时候 我认为它应该满足 为什么我说会有一个断层区 这个就是我们在生命周期里面 讲的死亡之景 也就是说 各位把它想象成 这个就是当初在网络 2000年网络复兴的时候 网络开始起来的时候 中间就有一个网络泡沫 事实上网络泡沫并没有消失 网络泡沫并没有消失 但是后来是不是网络变得更好 可是中间是不是淘汰了一些厂商 我觉得现在的AI就是在走这一段 就是在走这一段 那之后还会有一个井喷 那为什么说现在的AI 比较接近死亡之景 因为我们看AI的晶片 这个NVIDIA的业绩 是一倍到两倍的成长 可是软体商跟不上去 所以我们合理的怀疑 伺服器已经买太多 有点开始在堆库存的状况 先前涨都是像伺服器 还有到后来回答现在晶片 大家就觉得散热很重要 那永明哥在之后也是这样吗 对 因为我们看一下 AI的晶片的历程尤其从灰达 它A100到A800这一块是2020年的时候发布 2021年第一季的时候上市 然后之后你看它的H100 H200然后GH2000 一直到后来的B100 大概一年发展一个到两个晶片 那各位晶片的效能 是不是就越来越强 对 那现在我们回头来去看广达的状况 广达到今天还差点碰300块 对不对 创的高 但是我们去想另外一个问题广达 去年11月10号的时候有提到 它GPU缺货 所以它营收没有上来 它上半年的试况 今年上半年还会紧效 我们假设它下半年的 拿晶片的状况已经开始舒缓 我请问各位 它拿到的是新的晶片还是旧的 一定是旧的 因为新晶片是给鸿海 新的晶片的伺服器 是用在鸿海身上 所以广达拿的旧的晶片之后 它做出来的那个伺服器 会不会有人要 之前我跟你定的时候 我是定这个晶片 可是现在晶片一直在进步的时候 我拿到旧的 很多人说 那还是有一些低价的 这个伺服器需要 可是AI的世界比的是算力 比的是效能 第二个部分的话 我们来看 这次挥达的晶片 非常非常的强 就等于说 它的耗电量是原先的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它已经提高了 25倍的一个耗能的一个节省 那换一个角度来讲 我耗能用的这么少 我耗电量这么低 那我对散热的需求 是不是升级就不用这么快 然后第二个 我对电力的使用 是不是就不用那么强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导致 我们现在在去追散热股 或者是一直看好一些 这个除能的一些股票的时候 我们大家要去深思 会不会在整个生命周期里面 会有出现一个断层的死亡之景 另外也要关注的是在台股 接下来要迈入第二季了 四月份要到来 通常我们说在第二季的时候 这个行情都会比较保守 那么很多人就会去锁定 比较高值利益的股票 我们要请这个微量带我们看 来看到这是建商的获利软 叫做润龙这家公司 他这次配得很不错 15块 股票鼓励就配了12块 现金也配了3块 大家就说我买一张 等于是配1.2张 感觉很划算 那为什么他的股价 感觉都没有反应 其实一般讲到 除全息行情 大家可能常常把除全跟除袭绑在一起 但事实上这是两件事情 除全指的是配发股票鼓励 除袭配的是现金鼓励 所以有时候在讲所谓的 殖利率的时候 真的是要睁亮眼睛分辨清楚 他到底是现金殖利率 还是股票殖利率 还是总界殖利率 我们就以 这边所公告的公司来看 这些都是今年 他是有配发股票鼓励 而且配发股利 这个还相对是金额 蛮高的一些公司 就以刚才所提到的 1808润容营建公司 真的很狂 因为他所配发的股票鼓励 12张代表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有1张的话 他配给你1.2张 除完全之后 你会变成总共拥有2.2张 所以以他的所谓 股票殖利来说 是高达9.45% 那总计再加上 现金的部分来讲的话 他殖利率就是11.8% 超过一成的殖利率 对 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 那到底领现金鼓励比较好 还是股票鼓励呢 其实各有利弊 我们来做一个小比较 其实配股票鼓励 当然最直接的就是说 你会拿到更多的股票 所以看到库存的股数增加了 1张变1.2张 甚至变成2张 大家就会很开心很开心 觉得我持股更多了 但是他相对有缺点 因为代表公司的股本 就会变大 我们常常会讲 一个获利指标叫做EPS 其实他中文叫做美股盈余 顾名实义就是用公司的获利 去除以他的发行股数 所以当你的股数在增加的时候 假如公司 他的营运成长的动能 不够强的时候 那就好像说 像我们这年纪不会长高了 但是一直吃一直吃 就会变胖 那变胖以后 行动就会迟缓 然后就会不健康 对于上市贵公司来说也是一样 如果说他的获利没有 比较大的成长动能的话 导致EPS开始下滑 终究股价就会去反映这个部分 那就会呈现比较弱势 甚至呈现破底 所以这是他最大的副作用 那至于说现金股利的部分 当然大家也喜欢拿到钱 拿现金 拿到钱其实说穿了 怎么用就取决在自己了 你想要再投资也很好 那你想要把它花掉 那当然也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 不过如果你真的把它花掉 没有再滚入投资的话 那其实有点可惜 因为在投资来讲的话 威力比原子弹更强的力量 叫做负利 负利是其实致富很重要的一个公式 所以如果你没有在投资期 就会有点可惜 那基本上不管是股票鼓利 或现金鼓利 都要克所得税 然后也都要克补充保费 所以总结来讲 我认为 其实没有绝对好坏 但是如果是属于成长型的公司 其实配股票鼓利真的蛮好的 尤其早期像可能那时候很早 二十几年前 斐鱼还小时候 那个时候 其实台湾上次的公司 很多都喜欢配股票鼓利 尤其是高科技的股票 因为他们可以一张配你一张之后 他还填全 然后股价还创新高 可是如果你在看 以前都是配股比较多 但现在就是配息比较多了 对 因为台湾市场 会慢慢越来越成熟 这是不可逆的趋势 就像你看 美国市场够成熟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几乎都没有在配股票 都是配现金 所以成熟型的公司 因为他可能没有那么大的资本支出需求 就直接把现金配给大家 我们简单举例来讲 如果你持有一档公司的股票 现在股价是50块钱 你有一张那就是1000股 等于你现在持有的价值 是不是5万块钱 假设如果是配1块钱股票鼓利 也就是他会配给你100股 100股股价50 那是不是等于差不多拥有 就是5000元的价值 好棒棒 好开心 如果是配给你1块钱的现金鼓利的话 那就是给你1000块钱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 拿股票鼓利当然比较赚 比较划算 没错吧 可是问题就在于 假如之后股价是下跌了 假设跌到了40块钱 这时候你虽然你的持股 从1000股变成1100股了 但是因为只有40块钱 所以这时候你的总持股市值 反倒只剩下4万4千元 你赔钱了 所以股票给你更多 但是如果股价是空头的话 你反而是赔更多而已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 为什么最近的台气银或润容 公告出来 它的鼓励政策 市场好像没有给它涨升 润容的股价还跌 对 鼓励出来没有涨升鼓励 你看台气银基本上公告完之后 第一天它是跳空涨停的 大家很兴奋 觉得金融股拉响第一炮的除旋行情 结果第二天开高走地 爆大量收黑K 至少到目前为止 这个高点 它的套路压力还没有突破 因为我们其实看一下 历年来的情况 它基本上也都是会搭股票鼓励 以前还没有配很多 0.5 0.3 0.5 但你看光配个0.5元来讲的话 它花费填全的天数 甚至高达381天 那就什么 其实代表就是当年度 它是贴全的 它没有完成填全 甚至花到快要两年了 643天才填全 那这一次配的股票鼓励是 创新高配给你1.15元 那我不知道这一次 它是能够快速填全 还是要花600天700天 我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市场上会有疑虑 所以股价就会有压力 那润容情况也是一样 营建股大家最清楚 就是说 其实会随着它的一个建案 完工交屋 所以营运起伏本来就比较大 那大家认为去年的润容 因为有一些建案的获利益注 可是今年看起来 获利要再更高 很难很难 基本上应该就是会下滑衰退 所以今年它配这么多股票鼓励 填全的难度只能说超高 所以目前来看 有一些持股者 当然看看股价也涨一段上来 不如就先走微妙 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如果面对很多公司 要公告鼓励的时候 大家真的还是要分辨清楚 现金跟股票哪一个比较好 哪一个比较适合你 但如果我要先布局出全息行情的话 请微妙告诉我们到底该怎么调 好 那我们就采取一个很简单的 五四三殖利率选股法 那这个选股的精神 大家特别注意 是要让你找到价差比股利更香的 所以这个公司要有成长的动能 股价才会涨 对 那第一个五值的是 盈余配息率 大概五成就好 那有些人说 这样不够大方 配息怎么不要八成九成 其实我们刚才就讲 如果公司保留一点现金没有配出来 表示他未来他有成长的企图心 所以他要再去做扩充 做投资 对 那四就是现金值率 我觉得不用超高 保底就好 4%就可以了吗 4%就好了 你不要笑我说 怎么选的好像有点逊 你知道没有很高 我待会解释给你听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精神是三 就是今年配的股利 比前三年平均高 那是不是代表 他有在成长当中 好 那我们举例来说 根据五四三选股法 我们选出一些股票在这边 给大家去参考一下 大家有兴趣 你可以足以去看他最近的股价走势 有没有往右上角垫高当中 那重点就是你看到 大家的现金值利率 你真的要这么计较吗 高的6%多 差一点5%多 那4%多 那就是一到两个百分点 如果你真的是买个 10亿 100亿 那有差了 金额大可能就很明显的差别 买个一张五张 说真的这个没有什么差别 但是如果一个价格波段 涨上去 涨个10% 或多涨个20% 那就差很多 所以我认为 其实这个五四三 就是要帮大家找 有成长动能的 比如说像自身 达星宫 其实你看这个线图的走势 目前很明确 就是多方格局 那当然除全息的行情 还在未完待续当中 所以有机会压回量缩的时候 再找机会来滴接 好 另外我们说到投资 现在高盛说 美国股市 因为在先前表现 真的非常的强劲 所以如果要再往上涨的 这个空间已经有限了 他反而建议 如果要投资的话 可以去选择 除了日本之外 另外就是印度 我们要请教冯总监 对 高盛讲说 从总金的条件来看的话 美国的股市 不再有投资的一个吸引力 因为可能涨不有限 他认为印度可能跟日本 是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机会 其实也不用看高盛 看我们今年天下就知道 其实我们也讲了好几次 印度的投资机会在哪边 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我们从胡润的财富报告 来看的话 孟买他的亿万富豪 是美元 不是台币 亿万富豪 新增了26个 到达92个人 但是同一个时间 北京却从100多个人 少了18个 降为91个 孟买直接超越北京的亿万富豪 另外来讲的话 我们从另外一个条件来看的话 印度跟中国的人均所得来看 过去来讲中国十几年 其实都是出现一个大幅度的经济成长 其实我们看他一个人均GDP 你就知道说 现在已经到差不多1万多块美金 但是印度同时间 以现在来讲才多少 2000多 差中国还差好几倍 差那么多到底在什么地方 会看到印度的一个经济力表现 就是因为他们中产阶级的一个崛起 当然现在来讲的话 他们经济结构 还是一个比较不均的状况 有钱的很有钱 没钱的贫民窟 还是很多人 所以这种状况 但是会慢慢改善 如果在慢慢改善的过程当中的话 印度很有条件会成为一个 以消费为带动的一个 主要的经济市场 他这两年的GDP来看 去年有6.3 未来两年还有到 平均也到6.3 如果跟之前的中国来看的话 去年中国才5个percent 那么最未来两年的话 中国也才4.5 要保五已经很大了 所以不管在人口红利 或者在经济表现的部分 其实印度都超越了一个中国 另外来讲 中国现在面临的是什么 外资一直在撤离 但是印度的一个外国的职业投资 却是一直在增加 现在在2022年 已经达到全世界的一个 第五大一个状态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 孟买的亿万富豪非常的多 麦肯锡他们也讲说 印度慢慢从过去仰赖B2B 跟所谓的一个制造业的一个国度 转型为所谓的一个消费型的一个国家 这个其实在大国 包括美国 中国 甚至于未来的印度 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一定要以消费为主 所以未来印度在花在旅行 珠宝外食跟非必要性支出的预算 大为的增加 这让我想到就是几年前 我去瑞士旅行 自助旅行的时候 我上少女峰 印度瑞士不是一个便宜的国度 但是上少女峰的列车里面 有一半以上都是印度人 真的还蛮可观的 当然瑞士旅行其实费用不少 蛮高的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潜在印度的有钱人 消费实力很强 另外来讲我们看到 欧洲的奢侈品牌 也在印度的各大城市 办行的road show 我们更夸张的 就是在所谓的亚洲富豪 这个Reliance 信实集团的一个总裁 他叫穆克什安巴的小儿子 叫阿南特 他要结婚 他结婚 他就办了一个非常豪奢的婚礼 如何豪奢呢 因为他请到了天后 雷哈娜 Rihanna 这个天后Rihanna不得了 是两年前在超级杯 演唱挺着运渡 这个演唱的这样的一个歌手 那当然来讲 为什么请到Rihanna 其实66岁的这个 穆克什安巴 2018年 他嫁女儿的时候 就非常的疯狂 那2018年 他嫁女儿的时候 请谁 碧昂斯 他请了碧昂斯 那小儿子的婚礼 都是重量级的 超级巨星歌手 当然也不能亏待 所以想了想 好 那我请 雷哈娜 淘杂500万英镑 而且重新云集 有谁 有这个微软的比尔盖茨 还有Meta的祖克伯 哇 好多人 全部都是座上宾 对 甚至于 连这个川普的女儿 伊凡卡都在那里面 所以真的是重新云集 那有多狂呢 其实他梦埋 有一栋私人别墅 是27层楼 整个都是 而且有一个车库 可以停 100多辆的一个汽车 还有私人游泳池 跟私人电影院 这真的是难以想象 有钱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好 不过说到印度 他们在4月19号 会迎来这个号称是 全球规模最大的大选 我们再请教冯总监 因为再根据统计的部分 在选后一个月 MSCI印度指数 平均的涨幅 是将近13% 所以如果我要布局 印度基金的话 现在是一个好时机 对 其实从我开始 接触共同基金 从2004年开始以来 我发现成长最多的市场 单一市场就是这个印度 那当然根据这个 所谓的外资类机构 他们的预估 就是说在大选前后的话 大概这个印度指数 平均来讲 未来都有一个 很大一个不小的一个涨幅 可是根据我的一个统计 过去20年 这个印度股市已经涨了多少 涨了超过1700个percent 非常非常的高 你就理解 你就可以了解到说 印度这个市场的一个潜力 是有多大 那台湾呢 可注册可销售的 这个印度基金也相当的多 你看这个就是我列出 而且我还没有列完 我只是列绩效比较好的 你看第一名的这个群艺中小 印度中小基金 这个金经理人非常的用功 我自己也访问过他 你看他最近一年创造的 基效有多少 将近70个percent 那么今年以来的一个 投资报酬率也超过9% 那如果我们拉长一点 做长期投资定期定额的话 最近这5年的投资报酬率 也超过100% 国内的经理人可以做到这样子 还这个每一年做一个田野调查 真相当不简单 其他像台新野村 群艺 汉亚 这一些所谓他们的印度基金 其实在短中长期的一个绩效 其实都还蛮不错的 那当然印度除了消费之外 还要发展什么 AI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高大上 所以未来来讲的话 我相信印度在AI这块市场上 也是有一席之地 那当然讲到印度 不可否认还要再讲到苹果 为什么 因为其实在美国的一个政策下 China plus one 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过去苹果都把 中国当作很重要的一个基地 但是这一两年 其实在印度琢磨的 非常的一个多 那当然就是说 苹果的CEO库克 为了挽救他的iPhone 所以跑去了中国 因为在大中华区的销售 明显的下降 对 但是表示他爱中国 也爱中国人 讲得有点小肉麻 但是他也讲说 他继续投资中国市场 可是在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场合里面 要跟习近平见面的 这个场合 库克居然没有在里面 因为照片没有他 大合照里面竟然就 对 那到底说是 他故意缺席 还是因为他没有受到邀请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就起人一逗 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地方 好 不过我们都知道 这个苹果在AI这一块 他们的发展 算是起步比较晚的 那么现在是不是要赶快的 集企直追 苹果在接下来 六月之后 他们的开发者大会WWDC就要登场了 我们要请张博士带我们看 那么在这一次他们自己的高层 那么就有写出了这样一个字 Absolutely Incredible 那么这边是想说难以置信 这特别我们看到 第一个字就是AI 所以他已经先预先透露 AI是他们接下来的重点了吗 是 其实因为其实 Apple这边他们其实 常常他们的活动都会有一些梗 所以通常大家就会从他们的一些 这个邀请函 或者里面去看 像这一次来讲 他们的高层 自己在X上面 这边很明显的透露 这比较透露 这应该明示 已经明示出来 这一次重点会在AI 那甚至于 如果你去看他这一次的邀请函 其实他的背景颜色 就是Siri的那个颜色 所以大家就可以去把 AI跟Siri的这个部分 来做一个连结 因为大家之前觉得 Siri是AI的起步 对 就是没有那么聪明 或者是没有那么 有些东西可能没有那么 回答得那么好 可能看起来 大概都会有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们这边来看 就是说当我们现在目前大概 大家全世界大家都新的这个 因为WWDC 他其实苹果在这个时候发布 是很适合的 为什么 因为WWDC 他是开发者大会 他其实本来就是针对软体 写软体的人 他们开发者 这个部分 我提出来说 我最新的这样的一个 AI的这个部分的导入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说 他其实在iOS 把新的作业这个系统 那会用在什么时候 用在今年秋天 新的iPhone出来的时候 我就用到这个新的系统 那这个他其实在这里 他有传出了一些 目前有一些讯息可以跟大家来做 这样的一个分享 第一个他会跟Google 来做这样的一个 这个Gimini这样的一个模型 这个是Germanite Germanite这样的一个合作 这个模型把它放进来 那同时当然也听到 另外听说他跟这个 中国的这个百度 还有这个OpenAI这个部分 ChairGPT来提出这样的一个合作 最后会跟谁 来做这样的一个携手 其实这个部分 我们到时候就会知道 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 就是说苹果 他因为其实 刚刚这边斐鱼讲到是说 苹果他其实在AI速度上 有比较慢 但是他可以针对 他的优势的这个部分来做 譬如说他的使用者很多 然后他基本上 大家都是用在 他苹果手机的这个硬体 所以我可以先去 就像他这边想到的 他可能就先跟Google 跟OpenAI来合作 然后引入他们的模型 然后在这个 透过他的手机的 这样的一个边缘运算 那真正在这个资料的训练 建立模型 是在云端的这个部分 来做这样的一个 合作的一个方式 把所谓生成式AI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把它导入进来 是 那另外一个就是 大家也有预期到是说 今年应该可能也会推出 所谓这个AI的应用程式的 这个App 上一点 以后就变成AI App Store 是 那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目前搜寻App 基本上都是一般的App Store 那基本上 他之后也会有这个 专门的这个AI的App Store OK 那这个来讲 他其实这个平台 他其实会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APP 这样的一个程式 慢慢当然就建立 他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 那包含了 其实甚至于 我们刚刚讲到说 在Siri这个部分 会导入AI 在这个苹果的这个作业系统里面 包括像我们 他的这个iWork 就是他的 对应到的这些文书软体 也都会导入像这个 微软的Copilot这个部分 也会导入 他也会导入他自己的AI 来做这个 所谓这个工作效率上来讲 的一个加强 一个进步这样子 其实大家都在发展AI 像三星他们已经有推 这个AI的手机了 而且听说是家评如潮 我们要请张博士 带我们看 他里面有一些功能是真的 大家号称是真的非常好用 像语音转文字 还有通话可以及时翻译 是 那其实刚刚我们讲到是iPhone 那当然说速度比较慢 那Android系统来讲 其实已经开始 已经卖到翻掉了 比如说像这个三星 他其实推出这个全世界 在今年的一月份 推出全世界第一款 他自己也号称 叫做AI的手机 那他有几个功能 当然包括刚刚肥宇讲的 这个通话的时候 即时的翻译 这就真的很方便 是 我们以前来讲 翻译我可能是 我念了之后 他显示出来我再给你看 然后你讲得出来之后 我再来看这个结果 这个中间来讲 其实就没有办法 这样一个即时性的沟通 那这边来看 因为他推出的 这些功能的部分 其实让他手机的销售 其实包括跟上一代的 这个S23相比 其实增长8% 然后整个的销售量 都非常的好 那在这里来讲 他特别提到AI手机 我们大概其实有归纳了 几个AI手机的特点 第一个就是说 AI手机它本身 具有这样的一个运算能力 这样的一个运算能力 它其实是可以把 我们刚刚讲的 AI有很多的模型 这个AI的模型 它是可以透过 我自己自身的 这个手机的运算 就可以来执行 不用说什么都靠云端 它基本上是 这个离线运算的一个概念 所以安全性来讲 还有可靠性来讲 就是让人家觉得 是相对可靠的 那再来就是说 这一点其实是 还蛮特别的一点 目前各大手机的品牌 其实都推出自己的 AI模型 为什么 如果我今天都是用 OpenAI的模型 那所有的资料 都跑到OpenAI去 等于你是帮OpenAI训练出 更好的模型 所以这些手机品牌 他要用自己的AI模型 对 我才知道我的使用者 他们的习惯 对 我以后才可以针对 他的使用习惯 他需要的是什么 我再来加强更新 更多的功能 所以这个会是 未来各大手机厂 自己会推出自己的一个 所谓这个模型 以及对应的这个AI 我们这边还是可以稍微来看一下 这个S24的这个功能 第一个刚才是 刚刚斐宇这边提到 就是在讲话的时候 即时翻译 对 因为像我日文 大概就是Ohio 这几个大家常听的 基本上我今天如果要跟一个 日本人对话的时候 在讲电话的时候 我讲中文 然后AI听到我的中文之后 转成日语 即时发音给对方的日本 日本朋友听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即时翻译 其实我想大概非常实用 还有写作助理 对 还有写作助理的部分 包括说 这个我们写出来 通常写可能大概都是 常写的大概都是这些的语句 我们可能可以有一些变化 想说我可能要比较专业的口吻 或者是比较轻松 或者是甚至我要发表 在社群媒体上 那个的文字语句 可能都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它可以帮我们自动生成 这个其实就是生成式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那再来就是说 在这个文字转语音 这个通常最好用就是在 开会的时候 对 就是它自动帮我们开会议 就不用会议记录了 它直接帮你写下来 对 而且更好玩的是 它可以把你会议的重点 帮你直接摘要下来 它可以帮你摘要出重点 对 那当然这个笔记小帮手 就跟我们这个网页浏览的时候 跟刚刚提到说 你整个网页假设 这个要内容很长很多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找出栽药出来 然后甚至于就是说 里面来讲有些做一些整合的 这样的一个功能 它这边都有 那再来就是在这个生成式图片 这当然也是先前大家觉得 好玩的地方 就是我的这个照片 如果做了一些修改 那修改之后 那我们以前假设我把这里面的 什么东西 我们说要移除掉什么东西 那这里就会变得很奇怪 以前就会假假的 那个照片就不是那么真 可是它现在可以自动帮我们生成 帮我们补正 所以那整个画面 就会看起来就相对是自然很多 对 那所以这些AI的这个功能来讲 其实都是现在大家所看好的 这些的这个 相对来讲都还蛮实用的功能 那接下来iPhone这个新的部分 其实大家也要看它推出来 AI的这个部分 这个菜能不能吸引到别人 效果好不好 对 效果好不好 对 好 我们先休息 先要稍后来关心 中国跟日本之前都有推所谓的共享雨伞 其实在台湾现在也有 到底做得如何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来关心